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王子的诞生 王国终于有了继承人 加皮罗威为之沸腾着 西大多 这是父亲所赐之名 以为成就一切 这名字既是七代 又仿若欲言 加皮罗威为尊贵的王子 变成了人间天堂 清歌漫舞 蒲从如云 老国王发誓 要让儿子永离忧愁 不见黑暗 王族的幸福生活 仿佛高山积雪 似是泯灭 无有尽处 然而 那些里应美满睡去的深夜 总有一种声音 自幽命中生起 不停地唤起西大多心中 那难以名状的和声 但是 宫墙高耸 隔断了此间 与世界 世界的样貌 真如此美好吗 那些白日向我欢呼的子民 又如何 独自一生 厚重的宫门 在晨曦中 缓缓打开 怀怀期待的王子 走向了他所 未知的世界 人间 以他真实的面目 渐渐展现在王子眼前 生的悲苦 老的悲凉 病的折磨 以及那不可逃脱的死亡 与无常 西大多 再也无法高高骑在马上 他步伐沉重 每经过一处苦难 便仿佛要将这苦 全部背上自己的双肩 生命短暂如银红 复归转顺 成福 这一切苦难无常 与权力吗 就是为了 接受更多人的朝拜 与建养了 不 这不是我要的答案 我的答案 绝不在此 空荡的王座 见证了这场 尘世 与彼岸的别离 无人的打电 挥荡着老国王的叹息 望着睡梦中的娇气 扇不动别离的幼子 西大多的心 挣扎着 提出千万个 不要离去的理由 世间大梦 虽甜蜜被管载 万物千情 终将生灭聚散 日渐苍老的父亲 墙宝中的儿子 都已踏上衰老 与死亡的路途 死后 难道是永久的长年 亲情 难道是 永不能相见 这一切 如何解脱 我要去寻找 那解脱的答案 再偶然 世界遼远 众生沉沦 一切真实开始尽情呈现 凋避 危苦 杀戮 远行着的花符 沾上了泥雾 战场边缘 年轻的王子断去长发 昔日的西大多 一在这里死去 行着乔达摩 从此诞生 这是一个无比坚韧的历程 从灵魂到肉体 从有物到弥质 缘起缘尽 结果无穷 肖达摩 这个智慧的先行者 为众生行走着 但困惑仍在 真正的解脱 何时到来 血雨之巅 或许有他想要的答案 行者乔达摩 坐了下来 任风抽打赤裸的身体 让饥饿 靠奔他尖叫的心灵 三千大千世界 亿万四年 此生此时 从何处来 往何处灭 然而苦修 并未成为 解开困惑的钥匙 困惑 以再急切地 换他上路 清香的乳迷 唤醒了他 干涸的嘴唇 十一杯的行者 在久违的阳光中 醒来 身体发肤 当真是我们 存实的真相了 舍掉人间安逸 便可挣得 无上制导吗 我将回到远天 我将回到远天 那个无所不包的声誉 那里 有迷途前的初心 你连禅河的清水 仿佛我们出生前 安睡的梦合 我们曾从那里醒来 坠入人血 渡过迷连禅沉河的乔达摩 来到菩提树下 心中发下 最后的誓言 我今若不证 无上大菩提 你可遂此身 终不其作 毁端 光明 堪育 妄想 烦恼 执念 生死轮回 苦海浮沉 心中的一切挂碍 那些横根于心的 一切迹象 怕无声 亦无灭 这一天气 他有了一个新的名字 佛陀 这一天气 一个影响人类精神世界的伟大信仰 佛教 因他而诞生 因缘起灭 娑婆世界 西雨生死 皆为欢迎 佛陀所道之处 帮几千里的国王 无家可归的穷人 强横乡里的盗贼 都在他无边智慧的感化下 凡然有误 大地上 回响了这位智者的声音 人们传颂着他的教义 他的智慧 引领着越来越多的人 远离颠倒梦想 抚平内心恐惧 梭罗双树下 佛陀 为世人 做最后的开始 他的智慧 如一灯 两百千灯 无尽光明 点亮人灵台中的点点 飞忙 一朵莲花 天然河 明月中生 戒指着 大千世界 无一呼 中文字幕——YK